蓝莓水果界抗氧化第一名 素有蓝宝石的美称 这个小小的水果有着满满的营养价值 不仅令人爱不释手 还对我们的健康带来许多好处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蓝莓的奇妙之处 首先让我们先来谈谈蓝莓的选购技巧 在颜色与外观上 尽量选择外表颜色均匀且呈现深紫色蓝黑色的蓝莓 通常这表示它们已经成熟 检查蓝莓是否有明显的瑕疵 淤伤或腐烂 选择外表光滑且完整的蓝莓 蓝莓表面的白色果霜代表它的新鲜度及营养满分 在形状和光泽方面 蓝莓应该是圆滑结实的 带有一些自然光泽 这表示它们很新鲜 皱曲或扁平的 有可能已经放置太久失去水分 挑选到新鲜的蓝莓后 接下来是保存它们的窍门 以确保它们的美味和营养不流失 以下是保存蓝莓的建议 1.不要在储存前清洗蓝莓 以免增加水分 会导致蓝莓容易腐烂 尽量保持表面干燥 这有助于延长保存期限 在食用前才将其洗净 2.蓝莓买回后 如果发现有任何已经变坏的蓝莓 应立即移除 以免对其他蓝莓造成影响 尽快转移到冰箱中 以保持其新鲜度 每次只取出要食用的份量 以免来回退冰加速变质 冷藏约可保存一星期 3.最好将蓝莓保存在通风良好的容器中 可以使用透明的塑料盒或密封袋 不要将蓝莓直接放在冰箱内的纸巾或纸袋中 以免多余的潮气 4.若一次购买太多蓝莓 可放冰箱冷冻延长保存期限 冷冻约可保存一年 冷冻蓝莓的优点 如果您无法迅速食用蓝莓 或者希望长期保存它们 冷冻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冷冻蓝莓的营养价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保持得很好 这是因为它们在冻结的过程中 通常不会受到破坏 1.抗氧化剂保持稳定 蓝莓中的抗氧化剂 如花青素和维生素C 通常会在冷冻过程中保持稳定 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 因此冷冻的蓝莓仍然具有这些益处 2.维生素和矿物质 大部分维生素和矿物质 也会在冷冻过程中保持稳定 但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可能会有些微量损失 然而这种损失通常相对较小 并不会对蓝莓的营养价值产生重大影响 3.纤维保持稳定 蓝莓中的膳食纤维在冷冻过程中也会保持稳定 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并提供饱足感 4.方便的保存方式 冷冻蓝莓可以在冷冻中保存数个月 并在需要时取出使用 使其成为随时可用的美味和营养的便利选择 无论您是将它们添加到燕麦、优格、果汁 还是在烘焙食品中使用 冷冻的蓝莓都是一个多用途的食材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蓝莓的营养价值 这个小小的水果提供了一系列健康益处 包括 1.抗氧化剂 蓝莓是抗氧化剂的宝库 主要由花青素、维生素C和其他化合物组成 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 进而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2.维生素与矿物质 蓝莓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K和蒙 这些营养素对于支持免疫系统 促进血液凝快形成和维持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3.膳食纤维 蓝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 减少便秘风险并提供饱足感 有助于控制食欲 蓝莓的卡路里低100克的蓝莓热量仅有57卡 还能降低酸酸甘油脂及胆固醇 燃烧脂肪降低代谢症后群的发生风险 对减重饮食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4.心脏健康 蓝莓的抗氧化剂和纤维有助于降低高血压 降低坏胆固醇水平 进而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 5.认知功能 研究表明多吃蓝莓可以改善认知功能 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对大脑健康有益 6.抗炎作用 蓝莓的抗氧化和抗炎性质有助于减轻炎症 对关节疼痛和其他炎性疾病有帮助 7.血糖控制 蓝莓可以帮助稳定血糖水平 对于糖尿病管理和预防具有一定的帮助 8.皮肤健康 蓝莓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皮肤 免受自由基损害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皮肤 9.保护眼睛 蓝莓的花青素可以有效地改善眼睛疲劳干涩 对眼睛视力健康有正向帮助 尽管蓝莓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健康的食物 但有一些情况下 人们可能需要限制或避免食用蓝莓 1.过敏 某些人对蓝莓或其他霉类水果可能过敏 这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如皮肤红肿 呼吸急促 寻麻疹等 如果您对蓝莓有过敏反应 应避免食用它们 2.胃肠问题 蓝莓含有膳食纤维 如果食用过多可能会导致胃肠不适 如腹泻 胀气 或肠脚痛 如果您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可能需要限制蓝莓的摄取量 3.肾结石 蓝莓中的草酸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如果您有肾结石问题 您可能需要避免摄取高含量的草酸食物 如蓝莓 4.草酸代谢异常 某些人可能有草酸代谢异常 这使得他们容易对草酸敏感 蓝莓中的草酸含量可能会对这些人产生不良影响 5.蓝莓与特定药物的相互作用 蓝莓中的化学成分可能会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 这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效力或对健康造成风险 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处方药物 应询问医生或药师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蓝莓 总之蓝莓是一种美味且营养丰富的水果 对健康有益 然而如果您担心可能的副作用或有特定健康问题 最好在食用之前咨询医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主题 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分享这个影片 以获得更多有关健康的资讯